应该程式逻辑没问题 也写出来 不过我讲过 程式应该要越写越精练 有没有 只是说刚开始没关系你就先写出来 先求有再求好 没有说你程式在那边写出来 你就要写得很精练 不可能嘛 一定要先知道怎么写 然后再慢慢写得更好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 如果像这边有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G等于Inputs都一直重复 有没有 那当然其实跑没问题 可是问 但是你就会觉得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让他更好 对 不过有些人可能也算了 可以跑就好了 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只是说以我的个性 我一定要追根究底 到底怎么样 可以不要让他重复出现 有没有办法呢 我只要把程式放在一个地方 其他地方都可以使用就好了 那这地方当然你就要了解说 到底这个程式应该怎么run会比较好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我后来想的方法是这样的 应该什么呢 他这个逻辑判断有没有 应该是当他输入之后 有没有 每一次执行的下方 他输入完判断 输入完判断 而不是说在跑之前先输入一次 然后每次判断完再输入一次 这样感觉显然是不太OK 所以应该这一行我觉得比较正确的放的位置 应该放哪里呢 放在逻辑的上方 那fire回圈的下方 OK 那所以这边enter一下 放哪里 所以enter过之后把这一行怎么样 把它搬家 搬到哪里 搬到这里来 所以未来也许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写类似的东西 就先random 或者是产生一个什么东西 再来做什么呢 一个回圈 让他不断去判断 那判断之后的话呢 可能要一个input值 input的时候再做底下的三种判断 OK 那可是呢 如果这边已经有了 那理论上这两行应该怎么样 就可以删掉了 OK 好 但是呢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区域 它是在坏回圈里面这一阶 就是说在坏回圈里面 人家家里面的 那将来的话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它那个变数 如果是在区域变数 跟全域变数要共用的话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现在执行 然后好像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存取不到这个值的样子 我执行一下 我看一下 请输入1到 假设输入10 那我输入之后的话 它要给谁呢 给这个if if呢 又是 特别是哦 这个if因为有个冒号 等于是它又是另外一个区域 那跟fire又是不同区域 虽然你看起来是在它里面 可是哦 基本上它们是属于不同区域的变数 OK 所以哦 这个地方我把它enter 不过我看一下 会不会有发生错误的问题呢 enter 这好像OK 好 没有问题 我再执行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太低了 那显然应该再高一点 所以应该在15 enter 太低了 那就在什么 在18 enter 恭喜答对 这地方好像又没出现问题 所以基本上如果区域变 这个可能会遇到问题 就是说之前遇到的 这个区域的词 假如说它在下一个的区域变数 理论上是可以存取得到的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像之前 假如说你是不同区域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 必须要把这个区域 先做个初始值的动作 这样子的话它才可以跟外部 做资料的交换 OK 变数才可以互相交换 那个变数里面的值 OK 那目前因为呢 我们没有在外面再做其他的事 所以不需要这件事也是OK的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这个是已经改完毕了 我刚才我云端上面给的这个答案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写的方法 然后精简 我这边好像多一个 这个可以拿掉 因为我刚刚好像是不是有遇到一个这个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改写了 所以也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g 等于 input 把它放到 file 回圈的下方 先输入再判断 这样好像显然会让程式变得比较简洁 那再来的话 第一个我们把程式精简之后 第二个呢 如果我希望不能让他无穷的猜 猜到对为止 而希望只能猜三次 如果你猜不到三次没猜对 那就不给你猜了 因为呢 表示你可能是乱猜 要不然就是你运气不好 对 因为这一起有运气成分 就是要猜三次猜对 应该运气还蛮好的 OK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把它改成 只能猜三次 关键在这里 file e 冒号是无穷 一直猜猜到对为止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file e 冒号改成什么 改成4为圈 for i 什么呢 in range range 的话呢 就是只能跑三次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从0开始 0到点应该是 0 1 2 对 3就离开了 所以0到3 但另外一种写法是你1到多少 1到4 1 2 3 4就离开了 也是跑三次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这边我们一般习惯从0开始 所以 至于你如果不习惯你打成1到4也OK 1到4也OK 那这样来的话就做什么 一样输入 然后再来判断太高太低 不过会有个问题 基本上这样跑 不过这边会有个问题 就是呢 也会讲太高太低 也会答对 可是如果最后一次你还是没猜对的话 他完全没有做完全没有反应 他就离开了 比如我这边做一次也有个问题 假设我改这边有没有 for eye in range 那比如说我猜第一次猜10 直接猜对了 运气太好了 OK 没有运气 再猜10 再猜10 那假如一次 两次对 那第三次嘛 对 所以没有了 所以他判断完了也不对嘛 所以他还是太高 这底下就没有了 就没有任何的反馈 这样感觉其实是逻辑上没有问题 只是说在那个UX 就是使用者的经验 会觉得 这是什么状况 蛤 不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UX 有没有 有些那个工程师 他就不管你 反正我程式也没错 其实这样写 其实说真的逻辑上是没有错 可是会给人家感觉就是 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下 对不对 就像你跟人家一个什么要求 然后他做完 他就是就走了 也没跟你说 好了 OK了 你会觉得好像 所以这点的话应该加什么 最后应该 如果他是最后一次了 而且没有答对的话 那就是什么 你只能猜三次 或之类的 只能猜三次 然后而且里面答对了 我刚才写什么 我这边是写了一个 写 这是VBA的版本 限制只能猜 他这边答错了 只能猜三次 而且最后把答案给他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基本上 就必须在哪边呢 多一个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 理论上 除了太高太低 或答对之外 还有一个逻辑 就是如果什么呢 一辅什么呢 一辅这个G 不是 I这个次数呢 如果等于2的时候 表示说012 就是最后一次了 你已经猜最后一次了 如果当I 这是最后一次了 而且 或者是 应该是end 而且 你又没答对 G假设是什么 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 RND 就是那个乱数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就是做刚刚那一件 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printer 就这一串 蛮长的啦 所以我直接拿这个来call好了 OK 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而且我告诉你答案是多少 直接告诉你了 但是呢 这个L是特别重要 下面这个一符 你可能再加一个 一页 这表示说 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 不能也是一符 所以加一个一页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执行 如果说只能拆三次 第一次10嘛 好 那一样 我就是跟刚刚一样 反正我就是一直让他猜错 最后一次了 所以最后一次呢 他的i的值就是等于2了 而且他也没有猜对 没有猜对就g不等于RND 那我就跑这个逻辑 所以这个逻辑的话 enter 好 他就会跳什么 答错了 而且你只能拆三次 然后并且我告诉你答案为2 OK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的次数限制 所以这边主要是了解 就是换回圈跟for回圈的使用时机 OK 就是你重复做 但是呢 如果没有次数限制就用换回圈 如果有的话 那就用for回圈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做的这个最后的答案 其实不复杂了 主要我做完的结果 我是把它放在哪一个 第20页这里 OK 而且就是这个 我把那个我写的 也把它用那个黄色的底色 把它骂了起来 大概就这样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们假如遇到那种回圈的 有没有次数限制 那你就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去做程式的修改 那未来当然 我是觉得Python最麻烦的 就是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对回圈很熟悉 因为不管你将来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 应该都要跑个回圈吧 OK 比如说你要抓个什么资料 读个什么档案 或者读个什么资料库的东西 或者是把它输出到资料库 或者做后续所有的处理 取凡相关的这一切 都跟回圈非常有关系 而且熟练度也要很够 另外的话回圈里面 通常也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会有个输入跟输出 所以如果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程式其实基本上 也可以很顺的把它写出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这个是我习惯的写法 所以如果你觉得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习惯 然后你自己的逻辑 又不太一样 没关系 你可以稍微改动一下 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不到功力的话 也许不然你就参考 先参考我的 OK 试一下 那这一题做完之后 待会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叫month CAI 什么叫month month就月份 CAI就是有点像游戏 就是那种教学类游戏 就意思说 我会出一个英文的单字 是月份 然后你要输入哪一个月份 OK 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 英文的单字的那种练习的游戏 那当然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要把什么全民英俭 或者多亿的单字 什么的 把它用类似的方法 也是OK的 就是有点写一个什么小游戏 让人家去玩 实际上当然在教学上也可以拿来用 是绝对没问题的 写法差不多 只是说这个怎么来撰写 那请各位先把刚刚这一题先完成 所以我们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先把那个原来画回圈 把它精简的版本 精简版本呢 我是把它放在第十九页的地方 前面有个精简版 我把它也做一个醒目提示一下 字也把它变红 在这里 那字也把它放大一下 基本上就是改 改动这个的位置 然后底下好像没改动 OK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改成 限制三次 限制三次的话是比较下面 在第二十页的地方 限制只能拆三次